阿摩 本师释迦摩尼佛 阿摩 本师释迦摩尼佛 阿摩 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甚为妙法 本见幻结难照理 我今见闻得受死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 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居士同秀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从右斜身 现行七步 光明显耀 普照十方 无量佛土 六种震动 举身自称 物当于事 为无上尊 师凡奉事 天人归养 好 我们看这一段 上面介绍到 释迦摩尼佛的八项神道的第一项 露胎项 在他从斗塞内院 要下身人间的时候 观察在哪个国土 哪个家族可以降旦 最后选择 加皮罗魏国 这样的差地利种族 敬拜王摩耶夫人为父母 那么这个复明菩萨 是呈六雅白相 在摩耶夫人白昼 午修的时候 从右斜进入摩耶夫人的府内 那么摩耶夫人 这是一个大全世线的一位菩萨 在华原经介绍到 摩耶夫人 不仅是释迦牟尼佛的父母 而是贤结千佛的父母 那么摩耶夫人 自从这位复明菩萨处胎以来 身心非常安乐 精进修行六度 自觉地拒绝那些婚心 由于菩萨的福德的故 常有天人来献饮食 整个的国家就呈现一片吉祥 生病的国民 都得到了康福 整个的生态环境 五无 丰登 国泰民安 从菩萨处胎以来 整个国家的国运 就形成一片心心向荣的局面 那么这样也视线人道 十约怀胎 摩耶圣母在十约 江满的时候 她按照印度的古书 要回娘家去生产的 所以就带着宫女 准备回她的娘家 中途准备游完南皮尼园 花园之后 在她的娘家叫天碧城 这样她在游南皮尼公园的时候 花园里面有一棵巨大的无忧树 枝也茂盛 这个圣母就举右手 准备攀一根枝条的时候 这个太子就从圣母的右膝下降弹 这一降弹下来 举身放出至圣的光明 那么这些刀立天 天王就用微妙的天衣 来托着这个婴儿 承接太子 那么这太子一落地 不要人扶持 就在东南西北 四方各走七步 步步都有连花 托足 做狮子吼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这时候虚空 两条龙就吐出 尽水来洗浴太子身 这个天雨善花 天月迎空 天人都在供养太子 这种降弹象非常殊胜 为什么走七步 第一表是这位太子的迅猛之地 第二表明太子降弹在这个世间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是七表圆满 表吉祥 表超越六道 前六步为六道轮回 向前跨一步 就是出世间法 所以它是走七步 不是走六步 也不是走八步 它都是有表法的意思的 降弹下来 无量佛陀六种震动 这是大地震动的内向 这个震动一般有三类谈震动 一个是六方震动 一个是震动的六相 震动的相状有六种 还有一种是六十 六个十节震动 在这里主要是 属于六十二年 向佛的入胎 出胎 出家 成道 转法人 露涅槃 这六个时辰 都要大地震动的 这是属于出胎降弹的震动 那么这位太子 这个讲 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这个禅宗有个公案 说有个禅师 来问一位大德 说这句话怎么理解 那个禅师说 如果当时我听到了一棒 打杀 喂狗之刺 这是残疾了 所以这个天上天下 这个我 我不要理解为 那个世俗的我了 那是一个我值了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的这个我 是涅槃自信的一个我 他才是独尊 那么太子降弹的时候 六种震动 在我们中国的尤布史 上古时候的一部书 叫《周史记忆》 谈到周昭王二十四年 这个甲隐年四月初八的时候 这一天就出现这种情况 整个的江河水都在泛滥 山川宫殿都在震动 而且有五色的光明 贯穿在这个皇宫里面 当时周昭王就问太史 太史专门管这些天体内向的 书游 问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这位太史就回答 这是西方有大圣人 胆圣 一千年以后 这位圣人的教法会传到东土 就说出这个记载 当时周昭王把这段事情 磕了个碑 埋在了这个城郊外的地方 以备未来一千年以后 来做考证 所以我们在记佛淡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依据 中国周昭王二十四年 所以降淡的一个日子 那就有三千多年了 那么佛淡到底是哪一年诞生的 那可是有一百多种说法 莫做一事 那么降淡以后 当时大臣正在皮南尼花园 在等候的 听说太子降淡了 赶紧回去 禀告皇宫 靖范王 靖范王听得非常高兴 赶紧就组织人马 来迎接太子回宫 那么准备用什么样的车马 把这个太子接回来 这个世间的这些宝车 都没有办法存在 当时有一个魔手结魔天 道地天的宫巧艺术 最高明的一个 叫魔手结魔 他就变化了一辆七宝的碾车 那么四天王变化为 四名英俊的少年 来抬到太子坐在车上 那靖范王又组织了 很多的童子 穿得非常的整齐 身穿黄衣 左手拿着金瓶 右手拿着宝藏 在太子的这个车间 慢慢前行 那么无量的天女 焚香 场面非常隆重 把太子接到皇宫里 接到皇宫以后 那个五印度圣行战相 看这个相小孩子怎么样 当时聚集的很多婆罗门 都来看 都赞叹 这位太子像 具足三十二项八十 八十种好 当时有一位 阿斯陀仙人 他是在深山里面 修行从来不出来的 正道五通的 五通仙人 他听说的 他也过来 从空中飞行过来看 他说 听说太子降丹 向好光明 他来请求看一看 那么阿斯陀是知名度很高的 静凡王一听他光临了 也很高兴 赶紧抱太子出来 他这个阿斯陀仙人 把太子放在头顶上 再慢慢看 这一看就掉眼泪了 这一掉眼泪 静凡王一看到他架子 心里不能恐慌 这个仙人掉眼泪 难道我的儿子像 还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灾祸 所以就赶紧问 哎呀 到底你看到的什么 你可不要把我瞎住了 这个阿斯陀仙人就说 哎呀 他说 请你谅解 我不是 我是为自己哭 掉眼泪 这个太子啊 这种像的完满呢 在家可以做转能神王啊 出家一定会正道无上正觉的 会做天人神啊 他说 我是哀叹自己 活不到太子成佛的那个时候啊 他是这样的悲伤自己掉眼泪 这一说 静凡王才比较放心一点 但一听说这个太子 可能会出家 又增加了一份忧虑 无论怎么样 这也是举国欢迎的事情 那静凡王很高兴 这个供养所有的婆罗门修行人 而且 牢狱囚犯全部大赦 他为他的太子来修福的 所以这都是天人归养啊 这个道地天 犯天 亲自来作为侍者 来侍奉啊 这是我们这个 说佛事件 一件 非常震动人心的一件事情 长夜里面的 也把智慧的火炬 诞生出来了 好 请看下面 事件 事件 算计 文艺 色域 博中 道数 惯念 群迹 由于 后援 讲武 示意 现处 宫中 室备 之间 好 我们来看这几句 这包括 童子相 和 纳七相 这几句 示童子相 这就叫 示献 那么 太子 降旦之后 七天以后 摩耶夫人就命中 升到了 道地天 那么 这个 太子是由 姨母 来 抚养大的 当时 晋范王就派了 三十二位 这个 宫女 来 这个 养育 太子 那么 前 八年 都是 儿童的游戏了 到八岁以后 就开始 要上学了 启蒙了 那么 上学呢 这个 佛就 晋范王 就 污设 这个 国内 最有 学问的人 来 来教授 这个太子 当时 有一位 很有学问的学者 叫 皮色 婆密多罗 然后面对太子 的学问 他都 感到非常 震惊 太子说 一见到 你教我 教我 梵书 还是仙书 这些书 有六十四种 一一说出书名 不知 老师 你教我 哪种书 这一说 这个 这老师一听 有很多书 他都没听说过 反而这位 学者老师 向 这个 太子 敬礼 因为 这个 等觉 菩萨 事先 他这些 学问都 完全通达 他只是 事先 这些 早已经 知道 只是 随着 这样的 一个 年龄 事先 来学习 就叫 事先 这个 算计 就是 数学 方面的 文 文就是 诗 书 义 就是那些 记忆 色 义 色就是 色界 武术 方面 义 就是 对一些 象 马 兵 这些 这就相当于 我们中国古代 六义 礼 色 义 书 书 书 在那个时代 印度 的学问 五名 文字 语言学的 声名 各种 技艺的 工巧名 治理 身心的 一方名 以及 逻辑学 论理学的 音名 还有 宗教学的 内名 这五名 还有 思维图书 以及 九十六种 外道的 种种典籍 那么 对这些 哲学性的 学问 和 自然科学性的 学问 这个 太子 从 儿童的时候 就开始 博 就是 博蓝 博学 中 就是能够 中和 分析 道数 就是这些 外道的典籍 四位 陀 他都 意义精通 这个 灌 炼 灌就是 能够 融会 灌通 炼就是 他还能够 去 学义 之用 炼达 这些 所有的典籍 灌通 炼习 所以我们 可以说 太子 从小 就是一个 天才的神通 大百科 全书学者 通小 哲学 文学 科技 天文 地理 包括 勘语 医方 这些 他都了解 这样到了他成年了 十七岁的时候 这个 晋范王呢 就 找手 要给他 聘妻了 当时 就通过了解 知道 邻国的 执藏国王 有一位公主 叫 耶稣 罗 托 耶稣 托罗 长得 非常的美丽 贤惠 所以就 就 请人 去 去提 这张 请 执藏国王说 我的家族 有一个规定 才智过人 才可以 这个 驾驭给他 那怎么体现 才智过人呢 最优秀呢 那就开始来比武吧 当时在 这就是 犹豫后园 后园就是 这个城市的 城后 有一个 比武的地方 当时 这个 五百个 世家族的 青年 都来了 都来了 那怎么比呢 他有几个 开始是 比 射箭 射箭 这个 用铁 铸成的 那个骨啊 一定要穿过去 穿过去 那就看谁的力量大 当时 提伯达都 他也去了 他的 劲也了不起 一件事 射穿了三个 铁骨 那个南陀呢 他也射穿了三个铁骨 旁边一看也都 喝彩啊 鼓掌啊 最后 轮到这个太子上去 这个 西达多 西达多 这个名字也是 全国最有学问的人 聚集在一起来命名的 命名 大家感觉到这个太子出身 有这么多吉祥的内向 这个翻译成中文叫 一切一成 一切一成 所以大家都顾认 就叫西达多 西达多太子最后上去呢 他拿着那个 弓啊 弓箭 觉得太轻了 太轻了 到那个武库里面呢 找了他 这个祖先国王的一把梁弓 他拿的觉得差不多 就引弓 一下子穿过去 一下子穿透了七个铁骨 七个铁骨 而且穿透以后呢 那个箭还往前走了十六公里 十六公里 然后在那个箭呢 就插着了地上 插着地上形成一个井 一口井 这个插着地上还是一个井 叫剑井 这是一个 那他显然就是 遥遥领先了 然后这个直象 这个提摩达多从一开始 就有点嫉妒的心了 他看到一条大象 他就一拳把他挤过去 集中要害 他就把那个大象堵在城门口 路都不能通了 那么南陀过来 看到这个被象堵了 南陀的力气就把这个象 就推到了路旁边去了 那么这个西达多太子一看 在旁边 知道这也是他们显示力气的时候 所以这个太子就把这个象拿起来 而且放在那个地方 长期会腐烂的 会影响大家的 所以他就把那个象抛 往城外抛 一抛 抛到城外的无底之外去了 大象了 一落在地上 行着一个大坑 现在有个象坑 你看这就是 蒋武 这个太子的武艺高强 这个士义 就是指文科方面 要文武商权了 那么太子都能够遥遥理性 所以他自然就得到了耶稣罗徒 以后他在宫中是 对象微妙的武艺了 这个靖范王他内心就很怕 自己的儿子出家 所以他就千方百计 用女士 用美酒 用音乐 用什么来把他的心 复述 不要让他出家 所以这个太子就 视线处在公众的 色味之间 色就是女色 味就是饮食 饮食男女 人之大于存言 这个身为国王的 或者即将做国王的 他的武艺的享受 就是最微妙了 好 请看下面 建老病史 物是非常 弃国财位 入山学道 浮衬白马 宝观音乐 潜之令环 舍真妙衣 而着法福 剔除虚法 端坐树下 勤苦六年 行如属音 好 来看这一段 这段是第五出家校 这位太子 在宫中 享受这些武裕的时候 内心也常常 陷入种种的沉湿 有一年 正在春天的时候 也是春游的季节 他就禀告父王 准备出去走一走 敬范马一听 太子要出去 赶紧做了准备 他先从东门出去 从东门出去 在中途就看到一位老年人 颤颤巍巍 驼背 面皱 乏白 他一看 因为他从小都生活在那样的环境 一看这样的衰老的样子 都没有见过 就问马夫 车夫 车逆 这是什么人 那这个车逆就说 这是衰老 农中老太 是一切人都回避不掉 这太子一看 这么个老人 而且一切人都回避不掉 自己也会这么衰老 一下子就感到这个游信 索然 就叫回来 就没有往前走 回到宫中 回到宫中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准备出去 就从南门走 换一个地方 南门走中途 车夫看到一位病人 这种病态十足 面黄肌瘦 他一看这样子 就问这是什么人 车夫又谈到病 病的种种的苦患 他一看病人的这个样子 也是稍有不胜 事大失调都会免不了的 他又觉得这很苦 又回来了 第三次 他从西门走 西门碰到一句史诗 在中途 看到那个史诗的 龙脏 那种腐败的样子 他又非常刺激 而且史诗也是 一些人违背不掉的 他才感觉到 这个生命是这样的无常 是通过这个脑病史 感悟到世间的一切 都是无常的 自己也在无常的败坏里面 所以这样就 这个脑病史 这种视线 也都是禁具天人所变化的 这个太子的全过程 都有天神在追随 就怕他沉溺在这种五欲里面 忘记了他的事情 要提醒他 到第四次 他出去的时候 走 走百门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沙门 这个很悠闲的 在前面走 他一看穿着衣着 就生欢喜心 就问他 你是什么 他说 我是修道的沙门 沙门是干什么 那沙门是 乐于处在空旷之处 来修习圣贤之道 调服自己的六根 来覆念苦难的中心 不染世间的五欲 自求解脱之道 这太子一听 这个生活好啊 他悠然升起 向往之心 这才是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回来之后 就想出家 做沙门 但是他不能偷偷地走啊 所以他就开始 顶白父王 希望父王 允许他出家 这个静范王一天 就霹雳炸顶了 这怎么能允许他出家 唯一的一个太子 就是靠他啊 所以是坚决不同意 叫他 不要生这个心 这个不要让我痛苦 但是这个太子决心一下 他说 你说能不能有不老 不病不死 如果没有这个 如果能住到这个 我可以不出家 但是这个老病死在前面 我是不能在这个五欲当中 安顿自己的 但静范王一听他也出家 赶紧加强了力量 派很多卫兵 封锁城门 又加强了宫女 五欲的享受 天天看着他 不让他离开宫中 那么有一天晚上 月明星期的晚上 有一种天人帮忙 就叫醒他 今天晚上可以走 他就悄悄地把车泥脚 把白马准备好 他一骑上去 天人就有一种方法 让这些士兵和工女都昏睡 就像孙悟空搞了几个磕昆虫一样的 这些人都睡着了 于是他这个马呀 离开不是从城门走了 而是从虚空要过城门 要过城门 就是一下子一口气 就是向城外 走了十六游巡 二百四十里路 才停下来 这时候到了一个苦行灵 苦行灵有一位仙人 他是修禅定的 这时候一落下来之后 这个太子就停下来 就用金刀把自己的头发剃下来 把身上穿的 身上佩戴的阴落宝珠 这些都细下来 交给车逆 让他回去交给父王 同时也禀告 他的姨母和妃子 告诉他恩爱不偿 他决心是要修道的 这样的车逆呢 就是非常悲痛的就回来了 回来 他一回来 一到城门口 这个白马失明 这个大家 那天晚上一看就知道 太子走失了 一听马的声音 还以为太子回来了 结果一看 车逆垂头上去 掉着眼泪过来 过来拿这个 魔后波士扑地 耶稣托罗 他扑大叫 你这个 我们平时没有得罪你 你把我的太子弄到哪去了 这个车逆也没办法 就向他跪白活 我也没有办法 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 都弄走了 太子就叫我回来报信了 那么 这样就是整个宫廷就一片混乱 一片混乱 那这个 靖范王赶紧派两个大臣 带了一批非常勇猛的士兵 赶紧追到这个 胡心灵 要把这个太子再弄回去 但这个太子在那里 跟两位大臣一番 存枪使劲 实际上决心以下 决定不会回去的 所以才留下了五个人 来侍奉 陪着太子来修行 当时太子到了 这个胡心灵边上 就是他身上穿的 还是太子的衣服 觉得这不努法 不努法这时候 你看这个近距天人 就正好看到一个猎人 这个猎人身上 披的就是袈裟 他一看这个猎人 什么你披个袈裟 这可是一个修道 主佛的标志 他说你怎么披上这个衣服 那个猎人说 我披这个衣服打猎 容易打猎 那些动物一看穿这衣服 它都容易接近我 哎呀 他说你穿这衣服 就造孽可不好 这个是修道的 他说这样吧 我把我身上的衣服 跟你交换 那个地人好啊 就一交换 佛就 太子就披上了袈裟 就走向了一条 求道的道路 当时的苦心灵的先人 叫巴起 通过这种交流 也把他的那套禅定方法 马上就获得了 获得以后 认为不究竟 不究竟 结果又向前 向那个 阿多罗县人 他是修 无所有定的 再跟他去学 也很快学到了 也认为不究竟 也都离开 最离开最后 他就来到摩基陀国的 切耶山 那么旁边就是 一条河 这就是金沙河 泥连禅河 他在那里开始 苦行六年 他为什么要这里讲的 勤苦六年 因为古印 那些外道 都是很推崇苦恨的 认为苦恨 才能得到解脱 苦恨也受到 一般广大信众 社会人士的推崇 崇拜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太子 就实现苦行 但一般的外道 他苦行 或者三个月 或者半年 或者一年 最多是三年 然而这个太子 翻了一倍 六年 而且选择的苦行 最极点的东西 就是一天 吃 一麻 一麦 吃的很少 天定如此 这样就修禅定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绘画 包括雕塑 就是佛在那种修苦恨 那种皮包受苦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修禅定 有时候就是 禅定就是鸟在头上 住窝 它都能够很安全的 几年几年在那里 他都动都不动 这个太子的禅定功夫 是很深的 这是秦苦六年 行儒属英 就是他 这个太子在六年当中 他属住的 就是一个出家 杀门的 应该行持的东西 那么出家 出烦恼家 出三界家 勤修界定会 熄灭贪正痴 住一个出家人 所应该住的 是跟解脱道相应的 这是行儒属英 不会再去染着世间的五欲 好 请看下面 线五卓探 随顺群生 室友成垢 沐浴金流 天暗树枝 得攀出池 年轻易从 网易到场 吉祥感政 表彰工作 哀受思草 赴佛树下 家夫而坐 奋大光明 使摩之之 摩帅 官宿 而来 鄙视 自以 自利 皆定 降服 得 微妙法 成 最 正觉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是第六 视线 成道 之相 那么 这位 父名菩萨 他来到我们这个 说婆世界 五卓俄式的视线 是有他 因地的 悲愿的 在 悲华经里面 介绍这个 释迦牟尼佛 曾经 作为一位大臣的时候 发五百大愿 就是在 五卓俄式 人寿百岁的时候 救度苦难的众生 这个时代的众生 人寿百岁 是五卓 是非常正盛的时代 杰卓 是在这样的一个 时代当中 种种不奴役 种种苦难 聚集的一个时代 剑拙 是支剑 非常混乱 斜子斜剑 非常盛行的 这个时期 烦恼拙 是众生内心的 贪嗔痴慢于 烦恼最重的时期 众生族 众生族 就是感到众生的身心结构 非常漏烈的这个时期 以及命族 寿命非常短暂 那么人寿百岁还算 相比现在还算好一点 那就现在 每况愈下 现在人寿平均七十几岁 这个减结 每一百年减一岁 最后会减到平均十岁 那么在这个五浊恶士 视线 一定要随顺众生的根基 五浊恶士的这些 罪恶 深重的众生 他所接纳的程度 以及他心里的 俗号要什么东西 都要随顺 比如这个时代的众生 都是烦恼很重 如果你一出来 就搞得非常清静 他就接受不了 所以他要 这些视线巴远真道 就要视线 他也有成垢 有凡惑 比如六年苦行 六年苦行 就给人感觉 原来这个佛 也是要修行正果 好像他要急功累得 实际上佛已经是 他已经圆满了之后 视线过来的 但要视线 也要从外道开始修 修四禅定 以后对四禅八等 有个否定 那么九次的定 这样的视线 然后他六年当中 也会受到皮包受苦 他不吃饭也会很饿 实际上佛是金刚 纳诺言神 不是砸死神 佛内心非常清静 身上也不会有污垢 但是这六年 也要视线佛身上 有很多污垢 张兮兮是有成功 然后等他以后觉得苦行 并不是解脱之道 放弃苦行的时候 就接受了牧女的迷 这个迷住 这样他吃了这样的饮食之后 感到他的身体的恢复了 更丰满了 更有气力了 他六年苦行 他就身有成垢 就要沐浴 沐浴就在泥连河 沐浴金流 就泥连河的沙 都是金沙 所以这个泥连禅河 又叫金沙河 所以沐浴金流 就是指泥连河 当时这位太子 正在沐浴的时候 这个魔王波询 他也在随时破坏 他就使这个河的河岸 忽然变得很高峻 很陡峭 让这个太子在下面爬不上来 那么旁边有一棵大树 叫阿斯拉树 这个树有一个树神 他就是复法的了 他这个树神的名字就叫天 看到这个河岸很陡峻 这个太子爬不上 很难上来 所以这个树神就把这个树枝压低 那么这个太子就攀着这个树枝 上南 上到河岸 这叫天岸树枝 得攀处置 那时候 身体都是 还是比较虚弱 然后佛还找一块石头来洗他的衣服 尽管有很多人天人帮忙 佛都不闹 这个太子就洗衣服 洗的还在补 补那些补丁 都有这个过程 这个灵亲异从 这些都是表明佛 这位太子即将成佛的前面那些感应 这时候 这个沐浴之后 这个就准备要找一颗 要找个地方 要最后冲刺 当他往一道上 就是到成道的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这些灵亲 灵就是神灵 飞亲走兽 异从就是恭敬的水从 这时候空中复然有种种的清却 孔缺 鹦鹉 白鹤 嘉林贫血 共命之鸟 数量 各有五百 就围绕着这位菩萨 又绕随飞 就好像皇帝出寻仰的 有很多的大臣随从 浩浩荡荡 当然在大臣经典上说 这太子去成道路上 有很多菩萨随从 个人所见不同 感到丁清瘾 这样就到了菩提道场 菩提道场 成佛的那个座的地方 那也是一世天下的中心地带 从金刚祭下面 水轮到上面 都是金刚合成的 方圆有一百步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么在这个菩提树下 吉祥感震 这时候正好就看到一个 一个 割草的人 挑的一旦很柔软 干青色的青草过来 这个太子就问 你这个 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割草的 他说我叫吉祥 吉祥 正好他的草也是吉祥 那么这个 这个太子说 你的吉祥草能不能 布施给我 那这个吉祥 他很欢喜 但是有个条件 你成佛之后 都要度我了 他就 这个 感到这个 这个人叫吉祥 这个草也叫吉祥 那么他的国 肯定也是吉祥国了 这就是感震 震就是一种内向 是由这位菩萨 成佛之前 这样的内向所感 吉祥感震 那么这个 这样一感 就知道自己 一定可以成为 成佛的吉祥国 表彰功着呢 表彰就是显扬 表彰出来 就是表示自己 三大阿僧企节 吉功累得的这个功果 辅着 就通过这种形式 也表达出来了 那么这位太子 用这种悲悯众生的心 接受了这个吉祥 这位格草人 布施的草 然后就把这个吉祥草 这个铺在了这个菩提树下 就 加佛而做 这个加佛而做 是佛门的一个 这个特有的做法 佛陀的做法 那一般有全家福和半家福 在种种的禅定做法当中 吉祥草被誉为是最安稳的 它能使人奢侈全身心 心不散乱 这种在身体的位移当中 是最安稳 一些魔王见了 他心里就会害怕 而众生见了 都会生欢喜心 所以他是 事先加佛而出 这个 奋大光明 这时候一坐下来 就 奋就是放了 放大光明 那么光有长光 有放光 在特定的功能当中 他放 这个奋就一种奋起的意思 就好像一种人 他一奋 他可能就会 身心都会很踊跃 这样 奋 自身的光明 那么这个 佛呀 从那个煤间 放出大光明之后 就使得那些 白毫光 变造 三千大间世界 变造魔王的宫殿 魔王呢 他本身魔王也有一些福德了 他魔王的宫殿也有光 但是在佛光里面 他显得暗淡了 这个魔王 在佛放光的时候 他正在睡眠 睡眠当中有三十二种噩梦 整个魔王震动 升起了火 整个一片瓦砾 水干枯 树吹泽 等等这些 还有整个魔子魔孙 都四散逃跑 这个魔就知道 这个是很不吉祥的 到底是为什么 他也会观察 这原来是一位 一位修道人法的光 一位太子 所以他就 魔王赶紧召集了 他的部下 天龙八部 全部号令 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释迦族的太子的 这个道心斩断 不能让他取证菩提 他也下了一个使命令 于是就浩浩荡荡 杀气腾腾的过来了 魔晒观世 百万魔君过来 他一过来 先开始是 先软的一套 派了一批 很漂亮的魔女 想来用这种 这种 淫欲啊 欲望 来破坏这个 太子的心 这些 这些魔女在旁边 在那个 这个 这个菩萨旁边 视线 显现种种 妖媒的姿态啊 来诱惑 这些这个 这个菩萨都 齐行不动啊 如如不动 最后这个魔 波寻魔王的女儿 亲自出动 也是 不能动太子的心 而且这个 这位太子 用手指向魔女 把她都变成丑陋的 老母了 他们就 这第一招不行了 第一招软的不行 那就来硬的 所以这个魔王 就亲自出动 就 说 你 拿着剑 你跟我离开 你不离开 我要斩断你的身体 我要把你 抛到大海之外去 这就 气焰嚣张 那这太子说 我观察这个世间 还没有一个人 能把我 抛到大海之外去 这告诉这个魔王 你只是原来 曾经受过一天的八观灾戒 不失过一个辟之佛的一波饭 才得了这样的一个福报 到天上做魔王 他说 我可是 无量阿尊起劫 广修 功德的 你怎么能动得了我 那魔王说 你这样说 有什么证据 这时候佛 有一种手势 就是 这个 视线下面 帝神 从 涌出来 来作证 作证 太子的话 真实不虚 这样就是 六种震动 整个的 魔君 就 退散 魔子 忏悔 他是这个 魔晒观数 所以佛在成佛之前 一定要视线 降伏魔君 他这个是具有 深刻的心性上的意义的 我表明我们的内心 就有很多的魔 一般的魔 它分四种魔 有五一魔 有烦恼魔 有死魔 有天魔 这里是以天魔的形态出现 但成佛的最后都要面对这四种魔 一定要透过去 透过去实际上它也表明一种 在自信当中 我们能一转 把这个魔 降伏 也归到真儒自信 魔和佛也是一体的 所以这个佛赐县 降伏魔 并没有用什么 对立的方式 它是录到一个 这个慈悲的三定 慈行三昧 以他智慧的力量 来降伏魔君的 不是你来了百万魔君 我也用百万的大军 来打 把你打得一派土地 他没有用这种所谓的神通 这都是给我们一些启发 智慧的力量 慈悲的力量 来降伏 降伏魔君之后 那么这个佛 你看我们看记载 佛这时候就进入到禅病状态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然后在四禅八定 在初业 中业 后业 就开始获得六种神通 天眼通 天耳通 到黎明的时候 读启明星 豁然大悟 得无上正真之道 一般在上座部就讲 他这时候就观察 观察法呀 因缘 十二因缘 八种正道 是以这个作为他成就菩提的一个标志 那么我们看到 偶一大师在弥陀书超说 佛在菩提树上 所证到的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法是什么 就是六字鸿鸣 那么各有所见 无量光颂 那么这样 切正道 一种自心的正觉 就获得了佛的实力 四种无畏 十八不共法 四无外辩 一切佛的知见 这就是 最真微妙 甚为难得 成就无上正能正觉 好 请看下面 师凡起劝 请转法轮 以佛由布 佛侯而侯 扣法骨 吹法锣 执法剑 剑法床 正法雷 药法电 术法语 言法师 常以法音 觉足世间 光明 普照 无量佛土 一切世间 六种震动 总是 魔界 动魔 宫殿 众魔 折步 莫不 归 福 佛成就 无上正能正觉之后 还在菩提树下 思维 观察 然后 精行 人后 受龙王的 提醒 在龙宫里面 住了七天 开始 默然 未成说法 那么大凡天王 是知道严佛提 一尊 正觉 世尊出世了 就赶紧带着 六十八亿的 泛众 来到佛属 来 祈寝佛 来 转法轮 这个法轮 轮是 轮宝的意思 转轮 圣王 七宝之意 这个法轮 是表明 佛所法的 一种 象征 一般的 法轮 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 运转的意思 把佛属 内政的 真理 转到 众生的 心里去 法轮 还有 吹破的意思 它能够吹破 碾碎 众生的 烦恼 轮 还有 圆满的意思 所以这个 法轮 是我们佛教的 一个非常 吉祥的 一个符号 一个名称 包括它有 种种法轮的形状 现在 被 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 借助 搞着 法轮功去了 现在 弄得我们 被一个相待 有法轮 还被监视 认为是 法轮功 原来 我在北京 在法轮市 所以有一个 居士 他想到 法轮市 听课 那天说好了 去听课 大半天都没去 过了几天 他才电话讲 他说 我是去了 走到天安门 广场 被截住了 怎么截住了 他说 我那个 箱带上 有法轮 被几个便衣 截去 盘问了 大半天 以为我是 法轮功分子 现在搞得 弄得法轮 都有 足够的 不方便 那么 佛在第一次 齐寝 还是默然 并没有许可 第二次 大凡天王 再跟 第十天王 乃至 三十天三天天众 再次来 顶礼齐寝 那么 佛为什么默然 佛是 为度众生来的 然而他 用 无眼圆明的佛眼 来观察 这个世界 佛有一种 悲凉感 佛属正道的 最极清净的佛法 然而 面对着 这个世间的众生 对五一六成的 贪婉和执着 他很难相信 很难相信 不仅不会相信 依教奉行 还可能会 身诽谤之心 所以佛开始 是准备 默然路 搬捏 玻璃盘的 然后在 大凡天王 道地天王 三次 齐寝之后 他就 这些 大凡天王 也说 严佛的众生 也有上 中下根基的 在上根 力气里面 或有 有缘的众生 能接受吗 所以佛 以大悲心 就默然 受请 实际上 他观察一些 外道的仙人 烦恼比较薄 智慧还可以 准备先去 渡这些仙人 再一发现 他们 或者前七天 就离开这个世间了 或者前三天 离开这个世间了 那么最后 就观察 路野园的 这五个人 还堪然教化 堪然教化 还不能和盘托出 还要从四地 开始说 由一称法 分出三称 去寻寻善用 那么这就 开始接受到 大凡天王的奇景 这一接受 当时整个的虚空天神 都在传告 哎呀 佛要开始 转法轮了 这是一个很殊胜 很难得的事情 这种声音 都传到了 色旧境天 阿加尼扎天 大家 普天同情 佛就开始 以佛游布 就献出佛的威夷 来开始讲经说法 佛后而后 这两句是说 佛用他的生业和口业 来开始 佛用生业显示他的威夷 游行各个聚落成正 来教化众生 佛的每个行为 每个威夷 举足 下足 都是表法 都是在讲法 足以 透行法性 你看那个金刚经 须波提尊者 就能看到佛在 着衣持伯 目舍位大臣 次第次矣 能后回来 喜足以 附作而住 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就知道 这种佛 讲了殊胜的方法 所以佛的威夷 堪为世人典范 佛的这种音声 比喻成狮子猴 狮子猴只是一个比喻 表明他在大众当中 说自己是一切智人 他无所畏惧 说一些外道 绝对不能得到正果 是无所畏惧 就好像狮子出乎 百兽 都是害怕一样 但是这个狮子猴只是一个比喻了 不能说佛的音声 就是狮子猴 那狮子猴的声音 还是比较粗躁 这个大家听到也不是很喜悦 那佛的音声很柔软 他听闻者没有讨厌的心 他也不是有惧怕的心 所以我们说任何比喻 取其一点来意会 不能说佛就是像狮子一样的 这是罢出的声音 他只是表明他的无所畏惧 扣法骨 下面都是佛这个 转法轮向的讲经说法的微德 法骨啊 就是当鸡骨的时候 它是你看整个两军大战鸡骨 就是鼓励士气 勇往直前 这是比喻佛讲经说法来劝诫众生 指恶尽善 另外鼓也有召集大众聚在一起的意思 扣法鼓 吹法锣 锣就是吹那个锣背的这样的音声 这种音声能够传得很远 表明佛讲经说法 属批种种根基的众生 那么这种罗背的声音也非常雄猛 表明佛讲经说法能够耗定 有种耗定的作用 能够降服魔障 能够消灭罪 罪念 吹法度 执法锣 表明佛讲经说法 能够断我们众生的烦恼 从断烦恼的角度来看 就以锣来作为比喻 表般若智慧 建法床 这个床项 比如两军打仗 打赢了的 他往往建立一个床项 表明他胜利了 那么这个佛讲经说法 他的微妙的教法 微然高速 就像床项一样的竖起来 在跟魔军的对视当中 得到胜利 建法床 正法雷 这种雷声 世间的这种春天来了 通过冬眠的 还在冬折的这些 幼小的动物 得到春泪一阵 他马上就会醒过来 那么这个表明佛讲经说法 能够在我们的无名的阿纳耶斯里面 得到一个震撼 震撼呢 把我们的善根 的萌芽 把它生发出来 震发雷 虽然我们在这种五一六成当中 显现的都是很烦恼的恶法 但我们无量节以来 总是极止了不少的 福德善根的这种因 因啊 种子 所以这个佛讲经说法提供一个圆 它一阵 一阵跟这个雷相应 就把我们善的种子引发出来了 跟它对应了 就能够在善与恶的两种力量对视当中 我们通过修德的力量 能够占上风 占主打地位 所以法的力量 法力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法的这种殊胜力量的加持 就靠我们自己在那里 这个懵懵懂懂在那里弄 一天到晚都是 聂力啊 在那里翻轨 所以我们的道义很难进步 要知道我们的内心的一个念头里面 一个种子里面 如果剖开就具足做一切的善法 所谓剖开一层有三千大千金券 这都要靠一种佛力的这种强缘的加持 让我们生法出来 要法电 电就好像闪电一样的 在那种黑夜当中一套闪电一来 整个的下面的景色都能看得清楚 所以佛讲经说法 它像闪电能够照明一切 像电光 比喻电光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内心是长夜无明黑暗 没有一点亮光的 所以佛讲经说法 佛的视线也是像幽昙花 昙花一现 佛也是一闪就过去 所以他讲法也跟佛的一样 出现的这个情况一样 也是一闪就过去了 那么这一闪就过去 当我们抓住这个电光 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自心怎么回事 你只要明白自心 哪怕有一偏的这样的了解 我们整个的观念 之间就完全不一样 要法电 素法语 就是佛的讲经说法 就像那个衣语 普认一切树木花卉 能够知认众生干枯的心田 细语任无声 我们的菩提心仰 需要这种法语来浇灌 来知认 言法师 这个佛用他的四种外 来演说微妙殊胜的法 言法师就是法布施 用法来布施九法界众生 让他觉悟 那么这个法师怎么去做 就是用 言 言法的形式来布施 一切布施当中 法布施 为最上 也表明佛在这个世间 他是智慧第一 解脱第一 不是一个人天福报层次的东西 所以佛一定是要讲经说法的 开发人的智慧 言法师 常以法音觉诸事件 就是这些佛的法音 常以法音 就是佛 他讲经说法的音声 是不会中断的 是永恒的 弥漫在虚空法界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 听不到 这是我们的业障身中 所以佛二六时中 在观察我们 我们看受教法的 这样的一个教化 我们就能够马上听到 佛在为我们讲经说法 觉悟 普遍觉悟 世间的友情众生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常 就反映佛的大慈大悲 和他的微神力量 不会中断的 那么佛光明普照 无量佛陀 这个光明是智慧之相 如果进一步说 自己照亮自己 这叫光 能够照亮别人 就叫明 那么佛已经挣到了 自心的无量光 他透显出来 也能引发众生本具的无量光 那么这种光明 在佛一佛之间 他都完全显现出来 所以佛光和佛光之间 可以光光辉映 他普照 无量 无边 微成熟佛刹 是用光明来讲经说法 用光明来破除众生的烦恼的 鱼池的黑暗 光明普照 无量佛陀 一切世间 一切世间 六种震动 一切世间 它包括 净土 包括晦土 那么佛是一个平等的信量 他不会由于 净土很庄严 他就多去一点 也不会由于 晦土太 太张乌 他就 不去 那么他平等心 无论是净土 还是晦土的众生 只要 能 有缘分 他马上会去 用种种的 上角方便 来教化众生 那么在这一切众生的 教化当中 也是六种震动 这个震动 就是 有种种的 因缘了 震动 让 大家 觉悟 无常 国土微粹 震动 能够震动 我们的善根 善芽 那么 总生魔界 就是佛的光明一照 就能够旋转一些 虚妄的境界 佛的微神 可以转魔的世界 为佛的世界 所以总生魔界 佛对魔界的众生 也是悲悯不舍 一切众生 魔界的众生 也能成佛 只是他 虚妄分别了 动魔宫殿 当菩萨在树下发起 当时在树下发起一个大愿 就是 我如果不能成为无上正当正决 就不起座 当时逐天都很欢喜 然后魔王的宫殿 自然就摇动 摇动之后 这个魔王心里就生起 懊恼之心了 精神就很烦躁 动魔宫殿 这些众魔乃老乱 但这个魔也是众佛要教化的众生 魔在佛的威敌当中 他会感到惶恐不安 惶恐不安 他能在佛的慈悲三昧 和般若智慧力量面前 他感到了一种力量 他也在归顺于佛 尼比罗魔王波寻的一个长子 叫商主 这个人还是 这个魔子还是有点善根的 当他的父王要派魔君去 把这个太子要逼老的时候 这个魔子 商主就劝他的父亲 不要去损害这个太子 这个太子的心 是一切善德之人 都没办法动掉到他的 更何况我们 我们还是不要去审害他 但是他的父王不听 然后浩浩荡荡一去 之后非常惨败过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商主 当时佛的威力光明一照 那些心怀邪见的 这种魔子 魔君 都本心都失去 都金黄石座 到处亏散 但有点善根的 这样的魔子 得到这样的一个光明作造 他能生起一种畏惧性 和敬畏感 所以他就靠 他的本心就没有上去 上失掉 没有上失掉 就在这个商主 这个魔的长子的带人之下 就来到了这个菩萨旁边 顶礼 请求宽恕 这个商主还尤其请求 太子宽恕他的父亲 所以这个动魔宫殿 一切魔也都归到了佛的座下 那么不成魔不成佛 不着魔不成佛 对于魔和佛之间 我们不要有那么强的分别性 在自信层面 魔佛是没有他的界限的 这个祖佛奴来悲悯一切 为什么要动魔宫殿 为什么要使魔子魔神过来 实际上还是要度他的 不是故意跟他为难 那么度这些众生 因为这些众生也是佛心内的众生 这些有魔子魔神存在 佛内心也是不忍不安的 如果消归自信来看 这些魔君也是一切菩萨成佛的 这个最后时刻必须要转化的 不能转化 他也不能成就无上正当正觉 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 他一定要限量轻正到 一切众生都是佛 如果他还看到一些众生 很刚强的还是魔 他也实际上 他也自己成不了佛 所以我们从八相成道 处逐总谈到 要动魔宫殿 要总生魔界 要使魔界的众生转化 这个魔的力量也是心性变现出来的 也是心所变现的物 如果不能把这个心转这个物的话 它就不能切露到如来的境界 所以这个魔不仅是天魔 也要归服 那么我们开始讲的五种魔 烦恼魔 我们的贪真吃慢一样 这些烦恼也都要转了 这些烦恼的本性 它就是真无自信了 所以贪真吃的性 就是佛呀 烦恼就是菩提呀 所以一定要转 它是众魔则不 莫不归服嘛 还有我们的五音魔 奢受想行识 这些奢受想行识 是我们妄想的坚固 妄想的产物 当主出生 当主灭尽 所以我们只有把这个五音的 这个造见这个法的空性 这个五音魔 它也是佛的境界 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死亡之魔 这也是我们的生灭心 这一期的涅爆生的一种命运的遭遇 然后在涅槃自信当中 它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 没有寿命的概念 所以用我们的自信的法性 拧拉如炉的离体 我们就成为无量兽嘛 成为无量兽 这个死魔它就转化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无论是在成佛前 成道最后对魔的一个降服 乃至于在讲经说法 转法轮的当中 这个魔 魔界的众生 是重要的一个 转法轮要教化的对象 在维墨切心里面 你看那个魔 那个魔带到他的魔女来了 来老乱尊子 结果这个维墨切 就让他发到无上 菩提心了 阿罗多多三秒三目提 当这个魔女发到 这个菩提心的时候 他就不想回魔界 不想回魔界 但是这个维墨切 还是要他回去 要他回去 这个魔女就说 那我回去应该怎样做 才能在魔界里面 能够保持这个菩提心 那么维墨切大师 给他讲述了一个 无尽灯法 就是你发了菩提心 好像你内在的一颗 智慧的心灯点燃了 你要把你心灯 再点燃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三个 第四个人 因为魔的特点就是 对欲望的执着 对欲望的执着 它就无明 就黑暗 菩提心就是光明 你自己点亮了 你就破了内心的魔的境界 然后把他人的灯 也点亮了 都点亮了 你在魔光 黑暗的状态当中 就有一片光明 当这个光明上来 就是佛性占主导地位 如果都是一片光明 你那个魔的世界 就不是佛的世界 无尽灯法明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 实际上也是法若魔墙的时代 那我们怎么办 也是无尽灯了 讲经说法 就是让自己内心 每个众生的心的 这个波犹智慧的灯 能够点亮 一盏灯 带着一盏灯 我们这个世间就一片光明 所以这是讲经说法 动魔宫殿 让这些众魔来归附到 佛的觉性 光明世界当中的 一个重大的内容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奉原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山土土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身极乐国